高雄一家豆漿店發生了食安危機 從畫面中可以看到 一隻灰色的大老鼠在裝食物袋子裡頭直接吃起來了 而且吃的還是沒有售出的餐點 雖然民眾看到之後告訴了店家 店家也馬上處理 但是畫面曝光 讓網友直說實在好噁心 而豆漿店的衛生管理也受到質疑